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 访问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这个女士的首相 四指巨龙是锥形 那么做事专注认真 并且终止终正 一生安乐清闲不断钱 这个终止 它是属于自己的 而且无名指之间 跟无名指之间的缝隙比较明显 那么就婚姻容易波动 婚姻容易波动 这是自己跟配偶的关系 可能就不太好 那么右手三线德配 玉珠文清晰直上 那么而且呢 这个平直而且直奔中直 一生事业是成多卖少 钱财无忧 地文生命线弧度不小 其生命支持力强 活力更强 精力充沛善于交际 而且头脑线过长 就是智慧先过长 过长的话就是容易出现一些 这个 这个想的太多做的太少 容易有一些这个计划太多 这个过于谨慎而失去了一些 这个事业发展的机会 感情线也是清晰深长 这个天文朝旨的格局 重情义 但是底端呢 有明显的这个三角纹和导子纹 婚姻呢 是多有不顺 多有不顺 我们再看一个 这个结婚线有两条 有两条 并且呢 这个长短悬殊很大 并且有明显的分叉现象 婚姻呢 是很难顺利 很难顺利 所以说实际上这个园主呢 已经目前已经离婚了 这个婚姻线尾端成交叉状 或者出现倒纹的 暗示着夫妻之间呢 必有人在感情当中啊 出现破裂 或者是出现离婚的这种征兆 左手纹里清晰啊 但天文出现这个横切啊 横切纹 三角纹导子纹路出现这个纹路 所以这种不利的符号啊 都是在32岁之前呢 是婚姻难稳定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相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请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